今天在曼哈顿的时尚地带缺尔西上演了一场别开身面的时装表演 而服装秀的下半场时间则留给了四位刚进入时尚圈的年轻华裔设计师 23岁的新锐华裔设计师Cody Tsai带来了她2011年春季系列女装 如今在纽约时尚圈亚裔设计师渐渐崛起 而活动组织者也表示他们希望此次活动不仅能为纽约民众带来中国传统审美 也可以帮助年轻的亚裔设计师给他们一个展现的舞台 美国中文电视草全绿实习记者杨李灵志报道